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关村论坛 昨天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论坛上表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 推动经济社会加快智能化 低碳化 绿色化的步伐 近几年中国政府持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 未来将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2.4万亿元 同比增长10.2%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.4% 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刚刚发布的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2021年创新能力综合排名提升至世界第12位 较去年上升两位 接下来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将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 要加快建设北京 上海 粤港澳大湾区 三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论坛现场 昨天还发布了5项重大创新成果 包括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 无业害稀释制冷机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突破500微秒大关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等 并揭晓了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 科技工学技工资出品 感谢观看